新的系列也是手遊上面的 爆裂極戰 第一款 卡片的都是超級無敵帥氣 代理版 序號也是在盒子的最底下 真的非常多的系列的第一彈都 出乎意料的好 這隻雞爆裂戰第一彈的 用波特拉爾環合體的 達洛特 也叫貝吉特 David真的有 嚇到的感覺 等一下再來好好的介紹 先來看 最主要的頭雕的部分 除了 幾乎百分之百還原以外 臉部的表情 你可以 從畫面上看到 他運用了非常多的這種漸層陰影感 不管是從左右 輪廓 或是眉宇中間 甚至額頭 上方 全部都有用一個陰影感 然後把整個臉型完全的 勾出最大立體化 可以非常直接的看到他的眉毛這邊的塗裝 超級無敵有質感的 似乎你會認為他是有點電鍍的感覺 但是 實際上他 其實 真的不算是一個電鍍車 但是看起來 跟電鍍車真的非常的 像十之八九 跟電鍍的質感 真的 可以相提並論 波特拉耳環 做的也是相當不錯 這種金屬的光澤感 有呈現出來 再來就是他頭髮 頭髮 戴比克個人認為 這是 非常加分的一點 你可以 這樣子戴比克慢慢的轉 你可以看到他頭髮其實有色澤 就是兩種 顏色 藍色跟一種 非常淺的綠色 這種膠疊在一起 而且頭髮 這種光澤感 你看起來也會很像電鍍 但是 他真的不是一個電鍍 的配色 不僅 塗裝超好 他的做工 真的也算是非常的不錯 然後 髮術感 是非常的粗 然後裡面布滿了非常多的這一種 髮絲紋 這頭雕不得不說 沒有 100分 至少有95分以上 真的這種 側邊這邊 的這種 兩種顏色的感覺會更加強烈 真的超級無敵好看 然後上半身的地方 內裡 的漸層感跟外衣 這邊的漸層感 也是 做得非常好 加上 他所有肌肉線條 二頭肌加上 胸肌 甚至脖子這邊 全部都有一個陰影漸層 所謂這種感覺 David個人認為就是 非常像 那種煙燻的感覺 然後你會覺得 整個非常有立體感 然後甚至連 他的這手套 都有運用到 然後只要是肌肉線條 的這部份 很多都有用一個陰影來加強 然後當然 前面跟後面的配色 完完全全的不一樣 後面就是 一般的配色 前面也看得到 非常多的細節 整個這樣上半身看起來 立體化的感覺 算是蠻強烈的 膠帶的地方也是 這種立體的感覺 非常強烈 那這邊還有 第二個大的重點 David個人覺得 這一系列 真的還蠻屌的 就是 他褲子的 漸層配色 你可以看得到 這幾乎是 這種價位的景品 David個人第一次看到這一種 非常大膽的這一種 漸層配色 你可以看得到 後面 是完完全全的 這一種 單一的顏色 但是到這邊 整個漸層的感覺 超級無敵好看 然後加上這種 大面積的皺褶感 整個立體化 非常的夠味 所以這一隻的 這種塗裝的小細節 非常的棒 他當然下面 這就是卡拉地台用的 甚至他的這個靴子部分 都有做出一個漸層的感覺 在側邊的部分 然後皺褶感也是 非常的不錯 這種煙燻的感覺 David個人非常的喜歡 看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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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的地台 就非常的 普通 是有一點漸層感 但你就會覺得 塑膠味 非常的重 擦銷的部分還是非常建議 滿滿的凡士林 給它塗下去就對了 以免 你擦上地台之後你會有 拔不起來的這種 感覺然後之後太用力 然後造成斷裂 像這樣子 它地台就是 只有一根擦銷 加上地台 感覺又更加的帥氣 加上地台量到頭髮的最高高度 將近20公分 對比賽 整體評價滿分7顆星 這隻達洛特 配色 真的 用特別兩個字來形容 非常的恰當 加上他的頭雕 對於個人認為 相似程度至少 達到99%以上 頭髮的配色 這隻最大的亮點就是頭雕跟他 前半部 衣服前半部的這個配色的部分 非常非常的好看 也是超級無題推薦 只要是你喜歡合體戰士的 這隻真的不要錯過 而且加上地台雖然地台有點陽春 但是加了地台 整體的這個動作完整的呈現出完 穿著超級立體化 再加上這個銷魂的髮色 非常好看的一隻景品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earn and Peace Bye Bye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